萬年更萬自殺 離婚回去 你們的婚禮推遲了 就此理 這麼重要的日子 沈顏竟敢遲到這麼久 他不會 他還敢逃婚不成 我爸媽呢 也去找溫友寧了 溫家人和沈顏都是有眼無珠 錯把綠茶女當寶 不知道誰才是親生女兒嗎 讓人 幫我安法好賓客 不管沈顏今天來不來 這個婚 是我不想嫌 謝謝 歐洲的品牌商 今晚因為您在中央女生的女生下 那 走入溫家和沈顧的領域 商界我們兩人都去了 您要不要去看 不用了 走吧 商業娛樂新聞都穿使你拿少爺逃婚 我看逃婚的是新娘才對 既然是他 可以 什麼事 你會忘記我嗎 不會的 我一定會來找你的 嗯 那我們拉勾 雷勾 我受過 我一定會參賽者 莫伽 你 小姐請我去畫面 你撞到我才能帮忙 我 我 我 哥哥你会忘记我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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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就喊出来我就在外面 副总 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体贴的一个女人 你们之前认识啊 她是我旧时可能认不出来了 以后在她面前叫我副先生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身份告诉她 我只是想好好保护她 副师总裁这个身份会给她压力的 病人没什么大碍 谢谢 你怎么还在这儿 今天事情很抱歉 你想什么肥肠我都会给你 不用了 我们副先生不想欠别人人情 有什么需要的直接说就好 真的不用你 真的 我 我该娶你 啊 作为赔偿 我娶你 温小姐先别急急剧 我听说温小姐原本今天结婚的 结果出了清朗逃婚的丑事 这传出去了 也会怎么做人啊 与你无关 你今天遇到我了 就与我有关了 嫁给我 没有人会记得新娘的难堪 大家都只会笑话 沈宴被人抢的老婆 这样 你可以顺理成长离开温家 不好吗 况且 我现在急迫需要一个妻子 好 好 像如此 那我们就定了 我 我的秘书已经把我们的谈话录音了 温小姐不能反悔 啊不 我的意思是 能不能尽快理着 那明天出院了 我们一起去美洲去 哎 你 你叫什么女子 傅天朝 你怎么一直不接电话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又您还在沐城医院呢 没办法 我必须得过去 等之后我一定给你一个更深的 我之前 你自己做的 又您个万自杀 还在沐城医院呢 你坐下吧 你坐下吧 听说瑶瑶也出了车户 我 我们去看看吧 又您姐前脚住院 把他后脚就受伤 保不齐是那香茫老的苦肉计 你们可别被那香茫女给骗了 雨泽 他毕竟是姐姐 不能怎么说的 姐姐 爸 妈 你还是先去照顾姐姐吧 我已经没事 哎女儿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事 你要好好休息 是我不真心 明天我去医院就行 叔叔阿姨照顾你二宝 穿越这个我们去拍张东西 你怎么知道我的吃饭 抱你的时候心里有数了 谁操作来回家准备钱 那难不疼 你要穿这件 有消毒水味道的衣服 对 我这我去换 周远 把温小姐以后的消息传出去 还有 之前朝普温小姐被逃婚的新闻媒 全部是傅先生 那夫人的名怎么结婚来 就是我结婚了 其他的别多嘴 是 你走 你放我下来吧 其实我可以自己走 你要觉得不好意思就靠着我 放开她 让开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沈舍集团少爷 沈燕知道还不放开 她是我未婚妻 可现在她是我的 瑶瑶 你和她说你是谁的妻子 放下 沈燕 在电话里面我说的很清楚了 既然你要逃婚租别怪我家里人 沈公子请不要自不量力 我要你立刻帮我查明一个人的身份 哎儿子来看看看看这威佑妮啊喜欢哪个 啊 你什么意思啊 当然去看我选家未来儿媳威佑妮了 你别胡说 我胡说 你是不是还忘不了温叔姚那个假名语啊 姚姚才是温家的大小 呸 他从小在乡下长大 粗粗又没教养 这哪比得上温佑妮啊 这温佑妮才是被温家捧着长大的明远 就温叔姚那样的 也配做我沈家玩 我刚去看了温叔姚 他身边还有个男人 看起来来头不小 如果姚姚跟了他 我想 或许对沈家不利 你有什么好担心啊 谁能比我儿子优秀 我猜温叔姚就是故意找个人来气我 等我揭穿那个男人的身份 他会来求我的 你查到那个人的身份了 派去调查的人都还没有回话呢 教出那样的女儿 该着急的应该是那温伯桑 走儿子 咱们去探望一下未来的亲家 我们在这里 那我们有的 我们在那边出现在转转 你才能得着 那天上 你们在那边 我们在那边 我们在那边 这边 我们在那边 跟你们 然后我们在那边 我 这是自己对的 不过 然后也会有个心情 好 太阳姐姐 现在 啊 什么安静 今天是我们新婚之夜 我可不打算 两一独手工房 大便好 放我下来 都到家门口了还不好意思啊 我没想到你确认 这样有点钱是吧 你那点实力怎么从水眼手中 保护你 妈 这就是你的媳妇啊 爸 还满意吗 太小了 有20吗 22了都 才22 你都30了 这么漂亮的姑娘 被你顶上了 阿姨好 叫什么名字哪的人呢 我是首都的叫温叔瑶 温叔瑶 好啊你 原来是你抢了沈氏的人 这要是让董事会知道了 我看你怎么交代 不是 是沈彦配不上瑶瑶 让我捡到了宝 哎呀妈 你别笑了一下 好孩子 过来坐 姑娘平时都喜欢做点什么呀 我大学学的是芭蕾舞 现在是一名珠宝设计师 设计师 果然才华周固 爱因过于了 这是我们 富家 女主人的手转 交给你了 这太贵住了万一我不能说了 好好好 太好了 我呀就是来看看儿媳妇 念成好好照顾瑶瑶啊 知道了 快快了 那我来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契约 我们的婚姻 两年为期 你自说 两年之后要跟我离婚 阿姨不尽然 如果是两年我们相处得不错 我们可以继续 否则 和平准手 好 好 哎 你不仔细看看 如果两年之后 你还要跟我翻准手 那一定是我的问题 不过 我要另外加两条 你说 第一 我出轨了 财产归女 如果 是你出轨了 或者擅自检约的话 你得尝我吃个饮 反正我绝对不会出轨 行 第二条呢 第二条就是 借着夫妻 就不能当有名无实的夫妻 我是正常男人 你都没有了 长那么帅 反正我也不吃亏 行 我答应你 哎哎哎这这 不不起 明天我们还要取钱婚伯 哈哈 好我们一起 嗯 我还不打算 那得进屋藏娇啊 哈哈哈 哎 爸爸 姐姐气我也就算了 如今随便结婚 不是拿温家和自己的生意开玩笑吗 哎呀 哎呀 刚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 孟伯父 可别为了外人的话 伤了合情 可别为了外人的话 伤了合情 你是谁 怎么进来的 我是你女婿啊 刚在门口 我给保安看了我跟姚的结婚照 他就没拦我了 不管你的目击是什么 休想从他身上得到温家一点好处 区区温家 我还看不上 好莫利啊 人群人 你过来 我有话要单独和你说 啊 对啊 你到外面等我一下 你跟着我出来的是什么 我是来等沈燕哥哥的 他送完沈阿姨回家之后 马上就会来看看 姐姐 就算沈燕哥哥不要你 你也别自暴自弃 找个包发户啊 我看临时总裁就挺好 虽然年过六十有点老 但配你 绰绰有余 不行啊 那你家好了 反正从小到大你就喜欢抢我不要的主事 是吗 因为自己是养女 自卑啊 你 你就算是爸妈亲生都用的怎么样 如果不是我爸死的怎么 怎么会被寄养在叔叔家里这叔作福 你在乡下野的时候 我就已经陪着他 那个外人是你 揪战雀朝你还指自豪啊 我告诉你 沈燕和温家都是我 既然滚了 你就给我滚远点 别走 说完了吗 听烦了 姐姐 我哪句话说的你不高兴 你每句话都让我不高兴 又宁 不许了 沈燕哥哥 瑶瑶 生我的气我理解 但明年指诱 你不要这样 或者是谁 你应该不会自作多情的以为 我是因为你才推着他吧 啊 这可以很冷的 太清楚了 这才叫我 瑶瑶 怎么了 碰到这疯狗乱养人 疯狗的主人还不讲道理 哦 是嗎 叫我幫忙呢 我打狗從來不看主人 你算什麼東西 敢在這傻野 表演嫁給了我 我是名副其實的姑爺 我自然敢啊 你要記住 姑爺這個位置 是我不要你才搶走的 那是我憑本事搶走的 醫生 趕走吧 別哥哥 好 我們快走吧 你還要跟你說什麼啦 爺爺跟你說什麼啦 當然是 放心把你交給我了 龍 是我的龍 你 我的 only one my life 你 我的 only one my life 那你 那個那個 我們是不是有點 太快了 哦 哦 對哦 那個 你 你電話一下 你 你那個想了 喂艾艾 溫舒瑤 你結婚了我竟然是最後一個才知道的 趕緊的老地方替我交代清楚了 不好意思 今天不能跟你回下了一樣兩招 那 我送你 不用 我一會兒去接你啊 她是哪一家的公司 她是哪家的公司 你不是一心只有沈彦嗎 應該不是什麼大人物吧 那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平水相同 你父母能同意 我不需要他們同意啊 這下沈彦算是沒信了 不過也好 我看到逃婚就是他父母讓他做給人看的 他早就做好選擇猜到了 那你以後還打算繼續再審視做設計師嗎 我打算 辭職吧 太好了 我們姐妹一起八家之父 走拜託渣男咱們還比去 你跟蹤我 我雖然不會娶你 但我保證 一輩子只愛你 啊 你跟蹤我 你跟蹤我 你的意思是 讓我做你情緒啊 直在十到五會 我警告你 我已經結婚了 你要是再跟著我 我就告你操擾 走 是你 我來接我妻子回家 就有人被你嚇跑了 你們同居了 我們是合法夫妻住在一起 有什麼奇怪的 那也怎麼樣 你只是他找來棄我的工具而已 拿氣消了 自然會回到我 你有點來的自信的 我和姚姚認識八年 他的每一寸皮膚我都了解 包括他的性格 他不會這麼輕易就跟你回去 你只是趁人之危 怎麼樣 想不想光明正大的比一比 嗯 你 再跟我妻子心存妄想 別掛手下我去 那你又能怎樣 你這些天 派來跟蹤我的黑我電腦的人 都沒有處理了 這只是警告 你再有別的動作 我不介意 除掉你什麼事 林安姐 你怎麼又受傷了 沈岩哥也沒在這陪著你啊 是姐姐推我的 還有無限我冤枉他 說我只是個外人 是沈岩哥哥的狗 賤人 看來我不給他再叫人是不行了 你別衝動 立馬找人幫我辦件事 我便宜認識八年 我搖搖認識八年 她的每一寸皮膚我都瞭解 包括她的性格 她不會這麼輕易就跟你回去 你只是趁人之危 你怎麼一個人在這喝酒 你今天下午 去见谁了 回到 你 回到 范晏晏 没有别人了吗 既然以后也不会见识宴了 没必要现在天赌 白白让封面成一位 没了 晏晏 其实不管发生什么 你都可以告诉我 我会保护好你的 你保护不了我一辈子 如果我可以了 别让 那也在问过你吗 黎晨姐 沈爹跟你那么久 简直让我嫉妒的发狂 瑶瑶 我现在想要 可以吗 瑶瑶 这是我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 暂时还不能有孩子 这件事也不能交给佣人办 背负念成知道 还不知道会怎样 那边不是说 你上捧家婚家大小姐吗 他们俩谁是啊 那你当时怎么不查清叔的呢 反正他俩不都姓温吗 都把他做错了 他们两个 到底谁在这婚家大小姐啊 是他你抓错人了 那另一个咋的吧算了 别放屁 我问清楚了 看来他们并不知道 谁是温家的大小姐 他才是温家大小姐 你别跟他胡说 我只是温家的养女 你说是就是吧 你 哎呀还没说 我看你啊 就是 是 蠢货 派你们来的人 要抓的是他 他不知道 你都是他 大哥 温少爷给我们两百万 是让我们收拾 温家大小姐 一闹出人命就行 这两个小娘们长得可真不赖 可惜了了 不如咱们先把另一个给 他受伤那镯子 五百万 还真有啊 我要想把他拖延时间 我用你 你既然故意和人设定 就别想不到 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 他是沈少爷的心上人 你们要多少钱 沈家和温家都会给 真好事 他打电话去 哎哎哎哎 我去我去吧 哎 爸 宁姐跟温舒瑶被人绑架了 说要五百万才可放人 怎么回事 是 是温舒瑶得罪了人 还害得连累了宁姐一起 肯定是他自己想活命 才告诉绑匪勒索我们 这个你 我我那个 我去送钱 好 就说你们最游戏 副总 不好了 夫人今早出去就没再回来 司机定位他到最后的位置 却是发现一部手机 谁抱歉 然后带文字元去找 哎 大哥 温家大小姐留的有用 那另外一个小家们 不如给兄弟我 谢谢大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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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谁呀哥哥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钱都在这一分不少 赶紧放人 还不快点 哈哈哈放放放放放放 谁让哥哥 不会是第一贵公子啊 出手就是豪爽 对不对 给你个机会再加一百万 这小娘们也是你的 谁言哥哥 我害怕 我们去你走吧 谁言 这样 你要是答应做我的情妇 我去救你 不可能 那我凭什么救一个和我没有关系的人 谁呀 不滚 滚蛋 哎嘿嘿小美人别难过 哥哥我呀好好欣赏欣赏你 哈哈哈 不要 这就是我的牺牲父亲 和相恋伴念的男人 与其被人侮辱 还不如直接死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副总 证据已经交上去了 绑匪挥判十年 绑架 强奸未遂 十年 怎么够 副总 我懂你的意思了 这件事 我觉得跟温家有关 以后别让他们接近我夫人 是 洗手机 发电车 没有 要因此不舒服 我没事 谢谢您啊 我是您老公 你信我什么呀 谢谢你 一直守护我 那副总 我先去办您交代我的事去 要是真想信我 就早已把身体养好 用实际行动来信我 我妈电话 她肯定在担心你 我去静一下 喂 妈 念成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瑶瑶出门怎么没有人跟着 放心 瑶瑶没事 一定要给我查清楚 先挂了 妈 先生 哥哥 我已经好了 你就放心吧 别 你身体需要恢复 这种资源遭失 别看了 我没想看 只是赶好录工 走吧 回病房 这是医院 你对夫人动手 没想过后果吗 我不知道 你用什么办法 说服了她的爷爷 目前为止 你还没有资格和我交往 你可以试试 我有没有这个资格和失礼 瑶瑶 看见你没事 我真是太开心了 虚弦假意 怎么和你妈妈说话呢 要不是因为你 你儿怎么会受到牵连 她无补无果 自己心里有数 温伯父 瑶瑶也是受害着 那天我去 她差点被那些歹徒 什么 瑶瑶你 怎么 我没事你很失望 当年我参加舞蹈比赛 被人无心用了兴奋剂的时候 你一句话都没帮我说 现在装什么 恶心 瑶瑶 问伯桑 这件事是为女子做的 看牙了份上 你饶她一命 别得曾经吃了 爸 姐姐嫁人了 哪里还会听你的管教 你别气坏了身体 对啊您放心 等瑶瑶回公司 我一定帮你劝的 明天出院我要去一个地方 了解一件事 你不用陪我 它的 好 这就是我计打开 这是宁静婚宁的方便ло提醒她一下 这样是自己的后妇宁 他怎么还有连带啊 本来就是放入触交的名字 然后除了它才说立下来 就是她 姐姐 婚礼之后你这件事 我就再也没有来过公司 沈彦哥哥就随便 给我安排了这个位置 我说我呀 我不要的垃圾 因为一抢就抢呗 我说来辞职的 我说来抢垃圾的 让我走 走 沈彦哥哥 看什么看都没事干吗 瑶瑶你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是找傅念成演戏来气我 但演了这么多天也差不多了吧 沈彦 你迷之自信的样子真的很讨厌 我就是来辞职了 我不准 这辈子我都不可能放过你 你现在在这装申请给谁看啊 你不是跟绑匪说 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用啊 当时不救你是你先伤了我的心 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嫌弃 你还有哪个男人能做到我这样 你真是疯了 不管你再排算什么 最好别让汪佑林发现 你让他又来找我 你再招惹我 我招不着你们 你真以为我拿你没办法 你也太帅了 瑶瑶早就该这样 我真没想到 沈彦居然是这种人 她想定问我的清音白 让傅念成抛弃我 不过 你这个鸡皮老公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温家都找不到你 他居然轻轻松松就能救你出来 我当初就觉得他有点小钱也没多问 比沈娟还厉害 傅念成 该不会是富士帝国 不会 他应该不会骗我 你自己留个心眼 小心别再被人骗了 对了 今天我把你叫来呢 一 是为了庆祝 以后呢 你就是死要国际珠宝工作室的老板了 跟我一起创业了 二呢 是今晚拉菲国际慈善晚宴邀请了你 你要是同意的话 也许能够将我们的珠宝打开国际出口呢 这怎么是表演邀请 遥遥 遥遥 自从五年前那次白天鹅选拔出了意外 你就再也没有碰过吴邪了 明明喜欢 为什么不愿意再坚持坚持呢 我真的可以吗 当然啦 人家指明就是要你做白天鹅的 这是你的第二次机会 把握好 温小姐 太漂亮了 您才应该是今晚开场舞的首席 算了 今天晚上 谁是珠宝请的 都是世界上有头有脸的 能做开场的黑天鹅已经不错了 我认得你一个国际比赛飞游兴奋剂的舞者 你也配站在这儿 我配不配 有人弄到你来评判猛的 姐姐今晚的白天鹅是你 哼什么慈善晚宴也不过如此 算这种低贱的阿玛阿狗都能来 姐姐 当年的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你难道还想让温家再丢一次脸吗 我让温家丢脸 我以前站的可是林肯中心的舞台 那又能怎么样 你就是拿过几个国际大奖吗 谁知道那是怎么拿的 这是我们宁儿的化妆间 滚吧 这夜还不过滚 要是主办方问起来 就说今天演出我不参加 原来我夫人就今天要唱的天鹅 不变成 怎么了 被欺负了 我不想演了 不参加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的夫人 要离开也要在左梁子里 瑶瑶 你还想从台吗 嗯 你放心 你小的一切我都会给 嗯 竹岳 告诉我主办方 现在开始两眼取消 傅念车 你到底是谁 我是你老公啊 瑶瑶 信我 辛苦你了 我要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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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 我要你 捉住我 我 你 我 我 怎麼可能 你還好 您就是溫小姐 比白天鵝還要奪目啊 更要感謝父 不用謝我了 昨天溫小姐舞伴是我能謝 溫小姐 您這款項鍊很特別啊 是出自哪位設計師之手 布采這是我親自設計的 對了 是他的鞭片 呦沈总啊你来迟了啊 怎么又是他 抱歉 先失败了 哎 咱们快等我一下快点起回家 那样成了麦克尔对我们的珠宝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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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这原来就是你今晚的目的 妹妹真是心疼你 嫁一个没用的男人只能靠自亲自贱来取悦别 你当时想亲见呢 你没人看呀 我今天心情好不跟你计较起开 哎姐姐既然你已经结婚了 就不要来招惹我的沈雅哥哥 他的选择只会是我 也只有你把他当个宝 我没兴趣 哦对了 你们家沈雅酒量不太好 快去看着吧 一会儿傅婆在走了 你不要乱说 哈哈哈哈 哎呀傅总啊哈哈 傅总您放心 我肯定狠狠惩罚了这些嘴唆的舞者 不管怎么说啊傅总大家光临 实在是我的荣幸啊 傅总 他是智商界天才 傅氏帝国的总裁 傅总 你还记得我求婚的时候 向你说的话吗 记得 要不是你当初跟我说满天星辰 不如你这句话 我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什么意思 难道我们俩没有一点感情了吗 也不是啊 你现在让我觉得挺恶心的 哎傅妖闹也闹过了 我都愿意低头哄你的还不够吗 想你回到我身边 我一定加倍的爱护你 梦还没醒了吧 我说了我们之前已经结束了 没有一点可能 那个男的到底哪一点比我好 我和你在一起八年 他和你在一起才多久 你就这么轻易的去送上床 傅念成的耳朵比你好 他比你有钱 比你帅 比你专一 比你有魅力有改孙 傅念成 你怎么知道 我记得你身上的味道 你什么时候来的 就在你说 我比他帅 真是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你是不是傅氏的 我的确在傅氏上班 傅氏 那你是 我跟傅氏呢 确实有点关系 但我只是他普通职员 就是业绩好有钱 所以你就不用怕伤眼 哦 原来如此 你要是敢骗我 我就 就这样 就这样 哇 原来 温小姐是傅先生的太太呀 怪不得 我在跳舞的时候 满眼都是爱你呀 爱你 她爱我 哎呀 我分了点技巧 脸皮薄 你就不要逗她了 傅太太 这款项链 真是您设计的 没错 我设计的珠宝 钻石切割的形状 都是这样 怪不得 还有意思 请问您在哪里高救啊 怎样设计 是我和发言家大小姐 一起合开的工作室 那具体合作事务 我再联系您 多谢 那我们先走了 zyl 小姐 你干什么 你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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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赶紧 快走 昨天晚上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 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的礼物 给谁的 我十几岁呢 遇到一个人 他是我初恋 他竟然有这样深刻的白月光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我见过最美好的人 和你一样 你为什么当初不争取一下 不用了 他都结婚了 我相信他老公会给他幸福的 你怎么知道 你不幸福吗 我是我 他是他 那如果他离婚了呢 他不可能离婚 我要工作羊毛 你先睡吧 他是想初恋了 所以才借口离开吗 所以才借口离开吗 那啥你给我过来 怎么了吗 你是不是不打算要孩子了 这我怎么会 看看这是什么 你是不是不爱你了 你是不是要不爱你了 是不是要不爱你了 你如果他不想要孩子 还以为买药的身体被帮家 妈 其实这个事情我早就知道了 你 就别人了要知道 你为什么 帮下上楼了 missionary 哎呀 我会等你 等你喜欢我 等你願意问我生孩子那天 嗯 我为你献上自己的一切 在你心里 竟然还比不上背叛你的贱人 沈颜哥哥 你看清楚我是谁 银儿 你怎么在这 沈颜哥 你知道你愧对姐姐 可她转身就能立马嫁给别人 而我 你才是真心的 牛 你怎么回事 牛好像很不开心 你是不是还忘不了那小贱人 哎呀妈你别说了 你要是真放不下 就给我抢回来 别这么没用 书遥 我说过我会让你来求我的 嗯 借我 你帮我看一下个领带吧 怎么感觉我点奇怪啊 啊 哎呦太紧了 很累的 是啊 我想请自己夫人买的耍花招 我很累的 不喜欢 那我以后不做了 对了呀 之前绑架你那个事呢 是慧泽做的 证据已经放进邮箱了 自己处理吧 嗯 我知道了 你记住 以后无论何时 我都会在你身边保护好你 请你相信我 那我先去公司了 嗯 去吧 我是不是不应该怀疑 他没有忘记处理啊 我为什么要生气 我们只是契约回忆 难道我对他 还真是他做的 沈彦 你到底要做什么 看来都知道了啊 瑶瑶 我去在沈氏设计部的办公室 等你来找我 疯了 这是越来越不可理喻了 瑶瑶 怎么了 麦康那边发设计稿文吗 啊 有些地方需要修改 回头再说 站着 瑶瑶 你是不是有事儿买我 没 你每次撒访都这样 说吧 是不是沈彦那边 是 瑶瑶 沈彦说我们的设计都是抄袭的 她就是想逼你回去 我 我想直接走私吧 陈旭 不行 她手上有我们的设计原稿 嗯 瑶瑶 瑶瑶 你看这个 这是你的第一个设计作品 也是我们的一周年纪念 有意思吗 我说过 你会来求我的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的东西放你这怎么就成你的了 那属于我的你怎么就成了傅太太 我只是想让你回到我身边 你做设计师不愿意 那就做我的助理 你的助理 你的什么助理 床上助理 是啊 本来就该这样 你这样 真丢人 我有我曾经和你这种人纠缠过 感到丢人 好瑶瑶 既然你这样的话 那就别怪我 麦克 我想你可以进来了 麦克 我想 和哪家公司合作 你心里面已经清楚了 oh my god 这些作品太完美了 这些都是我曾经的作品 哎 傅太太这些作品 和您昨天展示的项链有相似之处啊 傅太太 不瞒您说 我曾经在沈氏工作过一段时间 后来由于一些私人原因 我离开了 这些都是我以往的作品 只不过由于各种离开关系 并没有以我的名义发布 我明白了 那我可以了解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吗 我设计的作品 很多都有星空的图案 这和我童年遇到的一个人有关 虽然记不清他的样子 但是和他一起见过的星空 我印象深刻 很好 傅太太我们可以继续合作了 不是迈克你真的要容忍这种抄袭吗 是的 作为未来亚洲区的合作猪宝烧 他是绝不会和朴家贪人成果的人合作的 朴妾 你说我朴妾 昨晚傅先生给我发了一份设计原稿 惊叹了傅太太的设计才华 今天来呢 就是想看看这背后的故事 白货最有忙 你再说吧 原来他昨晚是为了我的事吗 能那么弯 实际原来他怎么可能有缘 他黑了我的电脑 傅太太 在合作案 我已发到您的邮箱 不得不说 由傅先生这样 这是您事业的爱人 我对您以后的作品 很期待了 再会 痛苦 你不要 你怎会 你为什么 我 你为什么 如果 才是 那一群 她就这样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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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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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我就是 无忍悠您嘴里的 那个相恋丫头吧 既然你们独恋不要恋 我也没必要跟你们 装什么柔弱千金 看看吧 这就是你的那位柔弱千金 和他弟弟干的好事 你呀 就继续和这种蛇蜊女人 在一起吧 你们俩这是天生一堆 喂 瑶瑶 傅念成 你可以早点回来吗 怎么了 想完了 设计稿的事谢谢你 我想请你吃饭 好啊 先生 蓝风小姐回来了 但是机场没有接到人 不好意思 瑶瑶 那个 今天晚上有事 你就先睡吧 不用等我了 联系不上他吗 联系不上 小姐回国了 但手机是关机的 我听说他今晚有一个 校友的假面误会 相拍一下 郭嫂走得早 她就是我妹妹 快点 让她很疯 是 你二只身材呀 穿上婚服是最好看的 真千金就是真千金 一定是陈彦哥哥 他说公司的事解决完就来的 一句话 好 客气 小姐 好 客气 先生 哥哥 先生 哥哥 你怎么了 綁架的事是你做的 這有什麼話不能好好說呢 是啊你二畢竟是你未來的妻子 抱歉還不一定 沈爺 我關家的女兒是你一二再再二三退婚的 對象嗎 我跟伯父你自己看 啊爸爸爸爸爸爸你別生氣 是我做的 我就是想給他點教訓 誰知道他差點杯 雨澤那可是你親姐姐才不是 我只有牛娘姐一個姐 我才沒有那個小毛老姐姐呢 沈爺哥哥你別生氣了 雨澤他也是一絲糊塗 那你呢 你是一點都不知道啊 我你懷疑我 沈爺哥哥我在你心中 難道就是這樣的人嗎 是啊 你兒一直溫柔大方 肯定是不知情的 媽 如果要要把這個醜聞說出去 對婚還怎麼寫 沈爺哥哥 一直相信姐姐 好了 不要吵 這件事情 是雨澤的不是 無論如何 必須跟你姐姐道歉 則我們溫家的聲譽就沒了 不是爸 你讓我跟一個香媽老去道歉 我道歉就是了 南方小姐 鳳梨扯的初戀 有什麼紅門燕 又是什麼紅門燕 瑤瑤快坐 神總也在這兒 你要和宁儿妹妹结婚了是吧 我记得上次我们一大家子的人坐在这儿 还是在商讨咱俩的回事 姐姐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沈颜哥哥退婚的事 我 别回去 你这样的喜马路早就看过了 说吧 今天过来找我什么事 瑶瑶 我们都已经知道 是雨泽找人绑架你的事了 嗯 原来今天是想跟我道歉 让我稀释你一人啊 你要知道 这件事要是传出去 对温家不利 你也幸婚 你以为你可以置身事外吗 你们有把我当过温家的人吗 不能共享温家的容 食乳却要我一起待 你们这一家人 真不要脸 去吧 瑶瑶 你和雨泽一直误会 今天这个机会 化解一下不是很好吗 没有误会 我讨厌他 他没有 你要怎样才能原谅雨泽 好 啊 姐姐弟弟已經表達了歉意了 你還不滿意嗎 難不成你讓他跪下來求你好 哎這個主意不錯跪吧 未必必要你別蹬鼻子上臉 棉子 loose 行了這初心呢也催不下去了 走了 這菜 一如就我們能吃 我看你是樣的好女兒 不好意思 哎小弟長得挺帶勁的 怎么还有一点不高兴呢 不如一起喝两杯 我带你乐呵乐呵滚 有客气我行哎哎 滚 你没事吧 他们 和我真相 南风小姐 你是逃犯 当然不是 我只是不想被我哥找到 回去个无聊的生活 你呢 我也不想回去吃那无聊的饭 那看来 你不仅只是跟我长得像啊 对了我得走了 不过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楼下一起参加我们的蒙面舞会 大哥 沐念诚 哎 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啊 你们认识啊 南风小姐 这位就是傅先生的夫人 我怎么不知道你娶老婆了 所以你今天晚上不回家 就是因为你要陪南风小姐 不是 小月今天晚上也 不用解释了 我理解了 你忙 大嫂 别生气了 我们一起去参加舞会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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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 夫人和南风小姐还真像啊 喂 姨父怎么了 哦 今天大嫂被人骚扰了 我就出手教训了一下 衣服就不小心弄脏了 我去叫人来处理 不用 我没那么矫情 你倒是女人 这么小的骨子都很感激 南风小姐这种性格的人 她说不用就不用了 没那么麻烦 杨阳 这种对方也不应该来 这是月老小月 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 这是怪我添麻烦 好啊 傅妍晨 对我出言则怪 对南风月倒是温柔贴心 那我带她去清理 大嫂 你真体贴啊 我跟傅大哥认识这么久 还真没见过 她对哪个女人这么上心呢 是吗 连钟晏都这么认可你 不过她怎么还叫大哥 傅先生啊 有趣 她应该叫什么 对啊 你不是她妹妹吗 为什么信南风啊 因为 我根本就不是她的什么妹妹呀 我只是从小跟她一起长大而已 我以为她会娶我 后来我就出国读书了 那你是 十几岁就出国了 我十几岁呢 遇到一个人 她是我初恋人 这么巧的吗 大嫂 你知道的还挺多的 不过像我大哥这种身份的人 这么草稠就结婚了 我也是没想到 她这种身份 不知道 算了 我们不说这个了 我们赶紧回去吧 快找个夫人 让她摔到了 是 瑶瑶 我们跳个舞吧 我们跳个舞吧 不是她 夫人先生让我来找你 傅念成让你来找我 他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我 你怎么会被骗到 就他说 你居然也来 参加这种舞会 副总呢 来到也来了 傅念成就是 傅是总裁 副总呢 傅总您放心 你知道 我从大家公里 今天干涉不要远去笑 你要是敢骗我 我就 你就这样 不好意思 认错人了 不认错人了 你看我夫人吗 人呢 抱歉先生 夫人不要我跟着 我给你去找大嫂吧 不用了 也得要误会 还有 调查清楚 今晚上为什么为什么都 不想跟的人在这 是 哎不 幻者 女色 全家人拉下脸面为你说请 你非要叫他不打你啊 不是爸 你看他那给脸不要脸的样 像是领情了吗 哎 雨泽 这件事本来就是我们的错 是啊 不过姐姐让弟弟下跪 也确实强人所难 为了温家的声誉 不如让我去找姐姐吧 哪怕给他下跪磕头都行 哎 好 如果他不再来 就再有个顾忌是什么 人家 又是骗子 沈念 傅燕城也是 你好 和我这一时都是谎言 就这么结束吧 哦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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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 现在 discord 这样都死不了 温书云 沐天车 夫人 您终于醒了 医生说是因为情绪太过激动导致的休克 您需要多休息 夫妮沉了 医生 小姐 不用去找医生了 先生已经去了 去了 去了什么意思 他不是跟我一起来的医院吗 先生之前是在那个床 后来不用了 医生就换新的了 空了 夫妮沉 夫妮沉 过来吧 以后无论何时 我都会再生下来 你为什么要一边骗我 一边保护我 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就这样 我有好不好的事情都没有问你 有什么事我们说清楚就行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 冯先生 夫人 我变成了奶药了 是小姐误会了 ими都现在 我变成了奶药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 打发生了奶药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没有打扫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就是 你为什么要这样 这么重的事 好了 别忘了 这是医院 副总 你没事就好 你叫我什么 不对吗 舞会上的男人还有Michael都这么叫你的 妈 是啊 副念成 我知道我们只是七月会议 有些事我不该知道 但是我不希望你骗我 你接近我到底有什么目的 瑶瑶 其实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 我就喜欢你了 你不信 我说第一次不是见面的时候 是在新闻上 我看见你和沈宴结婚的新闻 我就喜欢你了 我知道那天你逃婚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把握成这次机会 那你到底是不是副事的 是啊 那你还说你跟副事没关系 我的确在副事工作 我在副总面前也能说得上话 刚好 我有心思 所以大家就会自动给我点面子了 别来不起 副总 文将那边又有新的动作了 他们又搞什么呀 他们发了的音频 说是夫人逼人下跪 我恩负义 不知后代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上了气的 你怎么不问一下 是不是他们在造谣 是又怎样 下跪而已 就算全世界都俯俯在你脚下 又不出合 我接个电话 那我去办个穿手线 扶一下 喂 瑶瑶 怎么了 当当当 瑶瑶 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明晚有一场拍卖会 这个拍卖会五年一次 只有业内响当当的人物才能参加 我们和麦克合作 今年他们就把邀请孩给我们寄来了 瑶瑶 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 可是我能去吗 网上那些舆论 哎呀 瑶瑶 拍卖场又不是娱乐场 是会注意无聊的娱乐新闻 家族丑闻 再说了 你们家福先生啊 肯定能接着 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他那么爱你 而且又有本事 肯定能咯 不是 怎么不是啊 那命保护你还不算爱啊 可是 哎 别可是了 可是 我们的情愿只有一年多了 请问二位对慈乐拍评是不是志在必得呢 是的 没错 我的神燕哥哥他说只要我喜欢 他什么都愿意 这不是不让车进来吗 这是什么呀 这两个人身份肯定不一般啊 姐姐 你怎么来了 我不来 难道让某些 卸取别人设计的公司代表来吗 不然 别跟这些不下个人的废话 我们今天的第一件拍屏 翡翠原石 起拍价为三千万 三千五百万 我出四千万 四千万 喜欢吗 嗯 色色很好 五千万 沈先生直接出价五千万 还有没有加价的 五千万成交 今天我们的第二件拍品是已经绝矿的克什米尔蓝宝石 起拍价为五千万 五千五百万 五千五百万 还有没有加价的 你要这宝石做什么 我知道你是为他而来的 六千万 沈先生出价六千万 还有没有更高的 七千万 我一个宝石不值得这样 区区几千万 我去哪学生吗 我绝对设计 oni配得上的 八千万 八千万 一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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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 一亿成交 太爱了吗 对啊 我们走吧 可以这样吗 后面都是一些设计师品牌 没什么可看的 再说了好谁在后面 走吧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前两天爆料说 温家长女温树瑶 让家人给自己下跪 刚刚又爆料出 前不久的绑架世界 就是我家人策划的 天哪 这怎么回事 瑶瑶 就当我这个做父亲的求你了 放过你弟弟吧 这她自愿的 替此受过 她把刀带着你跪下何妨 我自己解决 你去车上等我 好 姐姐 你太过分了 来吧 起来 有您你别管 瑶瑶 你弟弟只是想吓唬吓唬 毕竟血脉相连 你就放过他吧 瑶瑶 差不多可以了 温伯父毕竟是你父亲 你怎么如此心狠 我心狠 她做出这样的事 不就是仗着父女血脉 让我难堪吗 机会我给过你们 是你们翻脸不认人 怎么 现在跟我这言苦行戏呢 真可惜 难道你想让父亲在这里 常规不起吗 温泽宇做这件事的用心 警方自然会调查 怎么警方还没查 你们就自己出来认罪了 觉得自己是王法 爸 爸 起来 以后少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啊 父亲不是最看重 吴家的身孕 温叔有 你不记得啊 究竟要我们做到什么地步才满意 果然是傅念成做的 他比我想象中都要好啊 顾念成 有点意思 副总 夫人那边的事情已经办好了 像之前这种拍卖会 您都是不屑一顾的 夫人她喜欢啊 只要她喜欢 何乐而不为呢 你先下去吧 傅念成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强势 你做事之前跟我商量一下 行吗 你先下去吧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强势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和我站在通道的位置 就凡是有人伤你 好 对不起 你 你是不是觉得 因为我心疼我爸爸所以 跟你发脾气 没有 是我没有估计到你的感受 我只是给温家一个选择 没想到会让你这么难看 算了 烂了的苹果 也不用再玩了 反正我跟他们没关系了 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我妈送给你那块镯子 比那块翡翠好多了 你怎么突然收起这个 我刚才看你很喜欢那块翡翠 我就想起来了 要被再摘下来了 你想要的 我都可以给 你给得起 条健成 我们以后一直这样好不好 想要把他 ruled 我 是 你 不是 爸 我说您能做到这个份上 这个贱人怎么还咄咄逼人呢 温语泽 你要再喊你姐姐贱人 你就别喊我妈 不是我 爸 你放心 没有证据 他们不会青蛆老洞的 温家的声誉由我来维护 过两天的MC珠宝设计大赛 我会好好表现的 诶 佑宁 之前那个比赛一直是摇摇获奖 你有保护吗 神言哥哥 我自知天赋不如姐姐 可我从小在温家长大 你不会只觉得 我是一个拖油气表的大小姐吧 是啊 又您真是明文淑女 我是不是早该放弃摇摇了 爸 妈 你们先好好休息 神言哥哥 你也先回去吧 好 行 下面是 The Young珠宝设计师 温淑瑶小姐的作品 这款项链 线条剪辑流畅 特意突出了中间的方形蓝宝石 厚重 低调 相线工艺繁复优雅 可是温淑瑶小姐的作品 为何与沈氏珠宝的作品 如此相似 怎么回事 瑶瑶 我可以说出我的设计理念 我的设计名为 Princess 公主 在如花蕾般的露铐中 放入粉钻 就像被呵护的真正的公主 很好 设计与予予相融合 那么 温淑瑶小姐呢 我看她 挺听说不上来 就是 是 干脆弃权散了 输给温佑玲 也不丢人 从小受设计教育的真公主 怎么会是丑小鸭能比的 这两个真的好像啊 又是这样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看这就是你偷的 我没有 这不是我偷的 我的那条少了颗碎钻 姐姐这条是我的 如果你的丢了 你可以跟我说 我可以把我的给你 你为什么要偷呢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幼宁十八岁的成人里 你就给我丢人 归归往前去 香巴佬就是香巴佬 变成天鹅又老怎么样 本质还是丑小家 恶心 我 姚漾 说句话呀 这一次 我不会让你欺负吧 的确 设计率有相同 但设计理念完全不一样 我的作品 名为Star Line 星光 是对一个朋友的思念 我的作品名为Star Line 星光 是对一个朋友的思念 杨雅 这条项链 是没有我设计的吗 原来杨雅一直没有忘记我当年对她的誓言 她就是我唯一的星光 而温佑宁小姐的设计 线条复杂 是古典风格 而我的星光为了体现出星光的清银璀璨 特意选用了清银的金属 何来抄袭 何来相似 画虽如此 但作品如此相似 一定存在抄袭 这款作品是我一年前设计的 自然有一些亲近之人看到过 为了体现对这一次大赛的尊重 我特意选送了两个作品 不巧 都入围了韭菜 大家请看 这款作品以蛇身为炼 保护了佩戴之人 对其他人展现出了王者的霸气 名为《无畏的守护》 姚姚 你也太帅了 你知道吗 你刚刚的样子 有点像你的副先生哦 行了 只要你帮我理 我先走了 你就这么确定你能货架 不然呢 哎呦呦 等一下 我一会请你吃个饭吧 真巧啊沈总 不然把我也请了吧 我和夫人试一下 可以只睡一份 这样 我又待会想 我们看她 啊 哎 朱印会看到她 我让她先走了 就算看到了怎么样 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你放心 就算你不来 我也不会去跟谁先吃饭 我怎么会生气 我是太喜欢你了 我告诉你 你说那个 无畏的守护 是我 我现在的都是我的 你不想知道星光的故事吗 到和尚时候我会知道的 对吧 嗯 真千金就是真千金 乡下长大又怎样 这天赋要打赢你啊 两个设计作品 一个皮革厉害 果然能打扮温家大小姐的 还得是温家大小姐 温书瑶 我一定不会放 喂 我需要你帮我办件事 成了 我就给你你想要 一个有钱科的人 我看还有谁会想 温书瑶 有些事 一辈子也没想忘掉 你怎么还有脸来 什么意思 你放心 网上的造谣 我们已经走法律途径解决了 好再见 瑶瑶 你怎么样了 没事 这怎么了 网上说你抄袭慰诱你 这事不是已经解释过了吗 之前大学舞蹈比赛 你被莫名其妙下兴奋剂的事情被掀出来 大家非说你有钱科 再也不愿意相信你 范总不管他是不是女朋友 除了这种事 他影响了我们工作室 自从他来说多少事 闭嘴 范总他说的没错 工作室是所有设计师的心血 我们没必要再把它留下来 还不滚 哎 哎 像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跳舞 就是你这种人什么比赛都不配参加 还敢用兴奋剂 赶紧给我滚 妈 我没有用兴奋剂你相信我 啊 啊 願意留下空渡難關的就留下 不願意的就走 我不強 帶他走吧 好好陪他 有什麼需要打電話給我 好 不要 沐总 您为什么不告诉夫人您的身份 我之前是怕吓到她 没想到 说了一个谎言 就得一个一个地 接着袁下去 所以您要找的是夫人对吗 不是夫人像南风小姐 而是南风小姐像夫人 她一直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可替代 你醒了 你怎么知道这儿 晚点再告诉你吧 你之前说 像我们一直这样不变 你是不是想念 晚家庭的日子了 可惜 外婆已经不在了 雅雅 你放心吧 我会一直 永远地陪着你 所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以前 我是学舞蹈的 在一次亚洲选曲 白天鹅的比赛里 活的水里被人下了兴奋棋 那个人就是我的老师 玉莲 后来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跳过 所以 麦克那次慈善来回 你是因为这个被赶出来的 没有 你叫沈桥给我 你太累了 行 你 我 在这儿 像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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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3 1 是正面诚出世人的 慧见诚 慧见诚 怎么了 吧她吵枪了 我听到里面有声音 我害怕 你有没有受伤啊 没有 那你手上的血 哦 那不是我的 不信 我给你检查一下 杀了莉莉 怎么会 杀了她不让你更难看吗 瑶瑶 你害怕她做这样的事啊 你不是那样的人 我只用其他的办法 比她说出当年真相 放心吧 瑶瑶 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嗯 下次见面的时候 我们一起看雪吧 我们这里很少下雪的 好 我们下次一起看雪 看星星 大哥哥 你怎么了 还会来看我吗 一定 小树瑶一定要等哥哥 哥哥说话策话 后面梦醒来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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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说过 啊 啊 啊 嗯 啊 啊 你最喜欢看下去吧 我没有跟你说过这件事啊 傅念臣 傅念臣 你究竟是谁 我是你老公啊 不然我还能是谁啊 你明明 喂亚亚 怎么了 哎呀我的大小姐你在哪呢 网上都炸开锅了 我在老家 怎么的道理 那个历练把当年的真相全说出来了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小妖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要钱知道真相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说出了真相 你还想怎么样 你为什么这么做 当然是为了钱 我的女儿肾衰竭 需要钱和肾源 可是那个最好的肾 不是给我女儿的 然后呢 有个人给我打电话 说只要我配合他 诬陷温书瑶 就让我女儿悠闲 悠上那个肾 有没有想过 人会因为你的插队而死掉 一名优秀的舞者 会因为你的自私和民生性 我管不了那么多 我管不了那么多 我管了那么多慈善 难道我的女儿就应该死呢 那这次呢 你发帖子掀起舆论 又问了什么呀 肾脏出现了问题 你没说 只要我配合他 他就会给我钱和更好的治疗 是如今我女儿死了 我还坚持什么呢 他没死啊 被救过来了 是你救她吗 书瑶 要不是那次意外 你将会成为比我更优秀的舞者 书瑶我对你死不过 别说 我不会接受你的抱歉 这份录音 我会交给你女儿 让她知道 你是一个多么多么爱人的人 前不久的设计大赛 第一名获得者温书瑶 陷入抄袭的舆论风波 牵扯出曾经的舞台丑闻 没想到峰回路转 始作俑者历连坦言 是受人威胁诬陷温书瑶 今日一早 设计学院教授 在社交媒体公布了 温书瑶一年前的设计手稿 打脸造谣者 至于抄袭者是谁 所有媒体也心照不宣 爸 我为了让你这个 没出息的出国读书 花了两倍的钱 才终于让你破格漏去 你却这么不争气 伯桑 事已至此 你打您儿又如何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自己背后里做的那些事 要不是你删风解火 他那个没脑子的 怎么会惹是生费 好了伯桑我扶你去休息 尼尔他知道错了 尼尔让佑人去给你拿两个冰袋 快去 实验哥哥你怎么来了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实验哥哥我 我只是想把你的公司争一口气 所以才一时糊涂 你就看在我是为了你的份上 仍然我一次 可我从来没让你这么做 你和雨泽一直都瞧不起书烟 骂他是香巴佬 可如今你的财务 却是从一个香巴佬身上偷来的 你真的 太认为失败了 不不 尼尔哥哥 你听我解释 尼尔哥哥 尼尔哥哥 尼尔 尼尔 设计学院向上发的图 还有力廉的身相 都是你设计调查的 我是不是又 谢谢 这我这么客气干嘛 你要是真想谢谢我的话 不如来点设计行动 你很闲吗 为什么这么问啊 这有时候吧 我觉得你挺忙的 但是你居然在乡下 陪我待了两天 我是挺忙的 不过 你比较重要吗 总而言之 谢谢你 给了我这么多的关系 其实那个录音 你是不是没有给 丽莲的女儿啊 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 被自己最重要的人 不信任的感觉 不过你录音的样子 还真挺忽然的 是不是 跟你学的 跟我学的 嗯 那我别的你不学去呢 还有什么好学的 比如 比如 我亲爱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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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没有没有 不然我先回房间啊 爸爸那个那 那我我 面诚 等等 我有话不是说 面诚来 把它烫喝了 这个事 我 晚上会喝 我等他洗个澡 晚上会 一定喝 你放心 喝 原来爸爸送钱快来吧 又不是第一次清冷吗 我这么紧张干什么 燕燕我跟你说 刚才发生了一些超级尴尬的事 我 封建成今天我被他妈看到 但是我虽然有一点 有一点小紧张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喜欢上封建成吗 这是咋的了 没咋的 习惯习惯 哦 好 那你快起来吧 我就洗澡了 哎 我我跟你一起洗 一起 不是杨阳你 你在害怕什么呀 怎么没有 没 你的 没有 我就在里面 有吗 后面怎么也太帅了 这都能忍 怎么回事 大灰狼 吃素了 嗯 还挺好喝 哎 瑶瑶 我还想不搬 要不我们还是一起洗 嗯 嗯 你这是 怎么这么红啊 红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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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鼻血 嗯 哈哈 哈哈 嗯 你别笑我了 那种时候流鼻子 我都怕以后有意义 好好好 不笑你了 啊 按照你这么说 一只饿狼 改吃素 绝不可能 据我的经验 瑶瑶 你没新鲜感了 什么 你们天天朝夕相处 看腻腻了呗 而且 嗯 你对那种事情 又一跳不透 你们和游夫妻 他又不好要求你什么 就 淡了 没事 看我的 我还不信 拿不下他 这是什么 你说姐你别喝了 你能不能震多一点 给我 现在沈安哥哥 你就不愿意见我 我还能做什么 我已经没有连在学审视工作 我的是一个孩子 全都没了 不是你还有爸妈跟我呀 你说你这样让爸妈看见了多伤心啊 给我喝了 伤心 我不是他妈亲生的 只要我在这个家里不饿事 只要我待在这里 谁会管我死 以前 我比温书要 刚才给温家带来荣耀 可现在 就是耻辱 哈哈 那你跟你约我见面 我跟你给劝 哎 你放心 我现在不是人才跟他想拜托 走吧 你还真是喜欢故作镇定啊 你就不怕 你把我们卖了 我真怀疑啊 你们俩有一个绝对不是我跟他亲生的 不然怎么会这么蠢 你 你处处针对幼年纪 你不配做温家人 我真怀疑啊 我针对他 他抢走我的未婚夫 你能设计绑架我 谁心还进入温家的名 那是你活该 沈颜哥本来就是幼年 那你想怎么样呢 放心 我不会杀你 如果姐弟一场 我会把你放到一个三个滚地 你就永远消失 你还真是每次都不给自己留退了 不过可惜 这次你不会再给你卖了钱了 你这是招呼 逼我的 我说话挺直 喝准一口一开始 叶苏妖你给我等着 你怎么在这儿吧 你生气了 漾漾告诉你我在这儿 我不是让你 你做人员对吧 怎么这边的地方 你下去 下一次不准冒险了 知道吗 好 我今晚上还要工作 先睡一分钟啊 还有 不要再喝 我妈送来一趟了 我留下吗 你快说不吃 我让他把你感受的 我拿你 不许能够帮你 你帮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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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帮我了 你帮我了 你帮我了 走我了 你帮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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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帮你帮我了 帮我了 教训你啊 你既然知道错了 你怎么惩罚不是我受送的 你也没关系的事情 我是害怕 你再来晚一点 我都会伤得更痛 你说吧 你再怎么惩罚他 只要你想 我能让他永远 像是在你眼前 傅念诚 就算你再有本事 也不能互加互违 被你往远知道就坏了 你放心吧 我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情的 我答应过你 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 不变 傅念诚 你是不是 想跟我解除会员 你之前不是说想要试试会员吗 你这几天都 我以为你是想用这个做借口 跟我解除会员 我以为是你不想啊 我怎么会 哎呀明天再说了 是南风小姐 她在国外失踪了 夫人 南风夫人啊 是副将的老主管了 这次南风小姐找回来之后 南风夫人就不会再离开了 以免南风小姐在乱跑 傅念诚什么时候回来 很快就回来了 南风小姐是在露营的时候失踪的 这些年啊 对先生和先生身边的人 不利的敌人太多了 先生才尤其对你 把南风小姐上心 被人见谅 我知道了 南风夫人 你有什么需求 尽管跟我说 不用了 我在这个家里二十几年 不劳您费心 阿红 把我的东西放回房间 哦 另外 这个家里的布置 按照以往我在的时候吧 去吧 来 我自己就去了 希望傅念诚一切顺利 平安回来 少爷 魏小姐来了 就是我狠吗 这 先下去吧 他会走的 又您 你 一向吃不了最苦 不像瑶瑶 是我错把云木当珍珠 喂瑶瑶你在哪 我能见你一面吗 沈彦 你再纠缠我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老公也不会放过你 瑶瑶我后悔了 我真后悔了 我不会再摇摆不定 我要的只有你 沈彦 就算你现在不要语诱你 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 你搞搞清楚 是我放弃了 你不是你放弃了我 我 神彦哥哥 我就知道 只有你最疼我 你想和我结婚 嗯 神彦哥哥 我爱你 好 那就接 嗯 温舒瑶 不管用什么方式 你只能是我的 直播 沈彦现在是越发危险了 是不是得了精神病 男方总管 我就知道啊 你迟早回来 我喝好茶呀 也没留给你个外人 嗯 算你实相 她和我女儿长那么像 不过就是个替代品 是啊 我第一次看见夫人 还以为是南风小姐呢 小嘴真甜 你喝 原来所有人都知道我像南风月 都默认我是一体类比 喂 卓妍 风建成回来了吗 是 夫人 太好了 我一定要问清楚 夫人 先生在医院 他受了重伤 待会在医院李运 不要讲 先生你快看 醒了就好 再关车两天 夫先生就可以付加售用了 夫夫人给我去办理一下 好 夫夫人 啊 那大嫂 侍逢悬疑 你能理解吗 我能说我不能吗 那你去吧 我不跟你讲 你大哥收尾的收尾 你去教废里吧 好 怎么样 没事 从包纱滑下来而已 肯定又是周圆夸张了 你是为南风月受伤的 算是吧 天太黑了没看清 有可能是被人暗算了 你是我的 以后不许为别人受伤 听到没 我这么霸道啊 怎么 直准你霸道 这是我没出院 不然的话 你就不进这儿了 我怕我振不住 小大哥 不用了 杨阳 你过来 小月演了那么久 应该累了 南风夫人已经先到副宅了 你以后别乱跑 让大家担心了 嗯 没想到一个露营而已 让大哥这么着急啊 这个南风月 我竟然没早发现他的行迹 既然有南风总能操心 那我以后就只需要操心 我夫人的事了 嗯 让大嫂吸引一场 哎 回国后 伯母说要给我办个欢迎宴会 大嫂 我到时候再给你赔队吧 你回国之后打算做什么 办个画展 大嫂 你自由惯了 而我却从小被大哥跟伯母逼着学了好多东西 也就对画画还算感兴趣 大嫂 等我画展办好了 您调来啊 好 又是一个像我是乡村这么大的女人 她何温佑您才是姐妹吧 一定 妈 妈 月儿从国外待了那么多年 现在终于回来了 以后啊 我们都放心了 与其说是欢迎宴 不如说是家宴 这次回来还有了大嫂 是我最开心的事 大嫂 这是我给您准备的见面礼 请收下 居然连这镯子都给她了 这盒子 分明是以前真雇佣的 这种场合她不会放弃我的东西 但是她想干嘛 大嫂 怎么不打开看看呀 是看不上我的礼物吗 少妇人 少妇人 我们要诚信送礼 你就算不喜欢 也不能做这种让她难堪的事来 妈 别说了 一瓶香水而已 那是你在国外托人定制的 就连这瓶子也是高级水晶 这瑶瑶啊只是一时手滑 而且别为这事失了分寸 尽然 我也不会委屈了月儿 这再珍贵 我富家也给得起啊 好厉害的心机 不管富妈妈再怎么维护我 都像是我的错误 夫人这么说 我们自然不能苛责了 我倒觉得 比起这珍贵的香水 这个设计巧妙的盒子更有趣 这 这不可能 我相信你是花了心思的 只不过 你用的是什么心啊 孩子玩闹的童心 我可以打电话给客服 不用了 我相信你一定是用心 给我们准备的礼物 只不过不是这份 别打电话 让无辜的人替你别过来 妈 你觉得我是故意的 那你怎么能证明你不是呢 就像刚刚我也没办法证明 这不是我打算的 既然是误会 少夫人又何必咄咄逼人 大家闺秀的教养 就是如此牙姿必报吗 我们月儿 为什么要害你 够了 我想知道 为什么 大哥 我没有 我没错 算了 到此为止 瑶瑶 今天就算了吧 算了 那我先去出风 我先去帮忙了 我先去帮忙了 站住 我今时来说的话 也是跟南风总管说的 什么事 分来这个家里时间短 也不是你们冒犯的理由 有些事情我想拆穿 是给你们面子 明白了 少爷你怎么能 妈 大哥的话我真想拆穿 记住 但我没做就是没做 果然不小心就是个手画 刚才是我先误会大嫂的 她嫂你气可消了 没有误会 也就不存在少气了 这项链和封建成书房里的宿命是一套 多项目啊 你脖子上这套项链挺别致的 大嫂眼光真好 这是我十八岁时大哥送了 大嫂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别弄了 让阿红再说什么就行 果然 她也见过那个手链 那就知难而退吧 谁也不能抢走大哥 这是一个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的礼物 给谁的 我十几岁呢遇到一个人 她是我初恋的 果然是难封医院 怎么会有差不多的小脸 而且她出国不也是十几岁的时候 你怎么了 怎么这么小气啊 没事吧 第一次见面在医院里也是这样 哦 我要上哪来 可是 她真的把我当做地带瓶吗 干嘛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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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疼啊 下里还有别的药吗 abundan 你干嘛 我真的爱上她 还太少了 居然真的很建议 她对我的好是不是真心 大哥大嫂感情真好 我还没有看过大哥给谁跪下 是啊 你以后也能遇到这样的人 不用羡慕不是自己的幸福 明白吗 布林茶 妈之前那一声汤还有吗 什么意思 要不咱给妈整个孩子吧 不是 你先撑撑 你不想 谁说我不想了 谁说我不想了 之前不是你一直说不想吗 可是我现在想你呀 怎么了 今天不行 今天为什么不行 你有伤 会有伤跟这有吗关系 没关系吗 没关系 大哥 以后你的身边只有我 阿琪 来附加多少年了 25年 嗯 你呀也辛苦了 现在呀月儿长大了 我想让你们搬出去住 想想福 夫人这是要趟我走 我呀只是想让你们过得好点 这是好事啊 和我对这里有感情 我愿意服侍夫人 哎呀都这把年龄了 不说这些话 不说这些话 你要为月儿着想啊 我已经让周雁看好房子了 不出一周就可以办 好好准备准备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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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放心 这该走的人没了 自然就我们的人生是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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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呀我买了一大桌子菜 准备给福岩城表白 我感觉 我快要做干妈了 不敢说很准 谢谢大哥画家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所以他这两天加班晚回来 却有时间陪南风月之班画展 我冲城 忘记了 你在哪 我在公司 真的 是啊 晚上回来吃饭 我等你 啊 这个过来一下 拍照 怎么会是 我一定没有眼花 附念池 我再也不自俗多情了 喂副總哎小點事 我那邊有老夫人 副總你怎麼不直接告訴夫人呢 這怎麼還呢 那你真打算睡客屋啊 那你真打算睡客屋啊 這就是你這幾天加班的原因 故意躲著我 既然如此 倒不如我先說分開的話 楊楊那個 哎這是你最愛吃的 來 來 摘個 啊你咬吧只要你能消氣 咬哪都可以 總是因為我昨天晚上回來太晚了 你在 啤 誰等你了 自 自作多情 是我自作多情 我以後再也不轉了 隨手隨到 不用麻煩了傅先生 我們的合約還有一年就結束了 你再忍忍 但是我不想分開啊 瑶瑶 我爱你 难道你感受不到吗 我只想一直一直跟你在一起 你认真的 当然 你昨天晚上 真的一直在公司没出去 没有 那你不见 我用此误独打电话 我就一个问题 你最近有没有见过南风月 没有 那周彦最近有没有开你的车出去 也没有啊 你有什么没这个啊 你是会看到什么了 那你不说你自己问去 你什么态度呀 好我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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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不说这个了 傅念成 如果你初恋回来了 你还会选择我吗 如果我跟他同事掉水利 你选谁 答案只有你 好啊 我相信 那那个 如果我跟沈彦同事出现呢 什么意思啊 沈彦跟我们有女儿结婚了 找她发了来的情节 还指名道姓地 让你这个姐姐参加 去就去 有一些伤 该算 是 那我 这不是书瑶吗 那位 怎么这个可就把我给忘记了 或者为我见 以前我们在乡下的时候 可是好邻居啊 你外婆还答应我 等你长大之后 要嫁给我 这么快就翻了一个人 我外婆什么时候认诺你了 今天是溫家嫁女兒的大場面 你在這亂判關係不怕被趕出去了 算了 溫家和沈家呀又不是頭一次定廳了 誰不知道 沈彦就是那逃跑的新郎 不過沒關係 我又不嫌棄你 你還是跟我吧 姐姐 你來的正好 他怎麼會在這 既然是姐姐的舊時 自然該被邀請了是嗎 這還要多虧有您小姐 要不是他 我怎麼可能跟我久別重逢的衛星期 在這想見了是不是 你是他外婚夫 那我是誰 我管你是誰 我會是他養的小白臉嗎 我是他丈夫 再敢就成功 廢了是不是 丈夫 你們評評你 這個有錢小姐有了新歡 卻忘了我這個舊愛 怎麼想欺負老實人是不是 什麼舊愛 敢鬥複念成的人 得到我們富士集團死了嗎 富士 你是富士的什麼人 滾 你我等著 原來他的丈夫 是大咪丁丁富士集團的人 怎麼偏偏是富士 他憑什麼出局壓過我 那個人竟然是富士集團的 可惡 瑤瑤 你就是為了這個才和他在一起 我去家洗手間 吃你的遺棄 我不行 來 瑤瑤 幹什麼 這可是你的婚禮 大不了就再掏一次婚唄 這不就是你想要的嗎 你瘋了 你們夫妻倆到底想幹什麼 一個找個不三不四的人過來給我下馬威 一個對我糾纏不清 我記得我警告過你 你要再惹我 我讓你下地獄 瑤瑤 你明明就還愛我 不然你怎麼會設計那條星光項鍊呢 而且還是以前的設計 這就說明你還愛著我呀 我從來沒有見過你這麼厚言無恥的人 在我到溫家之前 我遇到過一個人 他才是我的星光 你 我之前只是把你不以為是他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你一定還愛我 那你以前 你以前都是對我虛情假意嗎 是 那傅念成呢 他知道你怎麼想他嗎 你難道不是因為他的身份和地位 和他在一起氣我的嗎 你連他一根手指頭都比不上 你在騙人 那麼大火氣幹什麼呀 和我每每結婚不一直都是你想要的嗎 可我明明一直愛的都是你 這次逃婚就是為了還清你的債 這婚禮本來就是謊言 瑤瑤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 撒手 在這裡幹什麼 你 是 如你所見 怎麼會有你這樣的女兒 你妹妹大婚之日 你居然在這裡勾引他的未婚夫 你沒張眼睛嗎 明明是他在糾纏我 你怎麼會有我 到底怎麼回事 是 是溫蘇瑤先來找的我 這傢伙 竟能如此顛倒黑白 好 別怪我欲死忘婆 既然如此 那這個婚禮 照常舉行 你放心 要解釋是吧 OK 我們 溫大小姐 溫大小姐 您這是幹什麼 今天是我妹妹的婚禮 我這個做姐姐的 想來送幾句祝福 不可以嗎 可以 沒問題 大家歡迎溫蘇瑤小姐致辭 這位就是上次被沈家公子 逃婚的溫大小姐 是啊 這婚禮真有意思 豪門的紛爭真是精彩 很榮幸 今天能在這裡 祝福二位新人 這兩位呢 一個是我的妹妹 另外一個是我的前衛婚夫 一個是名門貴女 一個是京城第一貴公子 可謂是天造地設 臭味小姐 你還嫌不夠丟人 也不看看這什麼場合 該給我下了 丟人 也丟不到我這 一會你就知道 到底是誰在這丟人心 我明明一直愛的都是你 這次逃婚就是為了還起你的債 這婚禮本來就是謊言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 假的假的 大家都不要急啊 不要急啊 好像和傳聞的不一樣啊 似乎是沈家公子對溫大小姐 糾纏未果啊 急什麼 想為你娘子遮掩 怕你這剛看上的兒戲不跑了 別急 他也不是什麼好公司 你是溫家妻生的又怎麼樣 到底還是我陪爸爸時間長 你永遠是個外人 其實爸爸心裡還是有你的 人家的總算雖然年過六十 你也還是配得上 告訴你 沈爺和溫家都是我的 既然滾 如果滾遠點 別再滾 真是 他第一次在路面重回溫家那次 他竟然那個時候偷偷錄音了 這溫柔的溫二小姐 不是什麼真正的千金嗎 竟然如此惡毒 錄音摔了我還有備份 看你的婚禮沒有第二次 又妞 我沒想到你是這樣的 不是的是雅哥 你無情是不是這樣子的 我知道你後面做的那些都是為了我 但我沒想到你對搖搖的很憤慕神 知道他回了溫家也一樣 那你呢 這場婚宴 是你用來羞辱我的是嗎 你還想逃婚是嗎 是啊 我們一個虛情一個假意 這個婚不解也罷 我 你 媽你救救我媽 靈兒 我沒有想到你對你姐姐一直是這個心思 你太令我失望了 把你救救我 我只有你了把你救救我 我全部 婚禮取消 爸 都沒了 我會輸藥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小燕今天碰你哪了 你生氣啊 要不是問波桑先衝進去 謝他倆的 不是說你不在乎假虎了嗎 我只是不希望團隊主人接近你 殺雞不用載牛刀 沒看見 我今天輕輕鬆鬆就把他們給反擊了 我知道你很厲害 你不剩下 我還以為你會知錯 其實我還挺高興的 現在 你的星光是我嗎 現在我的星光還有無謂的守護 都是你 那我還要是 我還要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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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明天没有空哎 那大嫂明天一定要来 要不这样 明天要杨阳陪你 这样你就不聊了 旅客人去我也不放心 那太好了 有大嫂来帮我撑场子 一定会很顺利的 哎小月 三天前 我们见过吗 原来她一直记得这件事 没有 看错了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去准备画展了 大嫂明天要来啊 好 为什么我会隐隐不安呢 真是白仰你了 很多用 却这么没用 爸 爸 爸 我求求你 温家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只求你能帮我把神言哥哥找回来 沈言那边你就别想了 沈家现在一落情商 就算他敢回心转息 我还不肯呢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爸 我不要他都已經無事多了 爸你不能這麼對我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你自己也知道 你 不要都要好 你該回報我嗎 爸 爸我不要你這樣你還不如殺了我 我怎麼會殺的殺你 好了 要嫁人了真高興點 爸 爸 爸 你什麼樣 人碎石萬段 我要讓你生不如死 你將我一定要逃回來 你怎麼回事 不知道為什麼從昨天開始 就有一種不好的預感 大嫂 你終於來了 畫展辦得不錯 這幅畫 這幅畫臨摸得也很好 大嫂眼光真好 但其實我更喜歡這幅畫的故事 他講的是一個富商為了追求真愛 拋棄妻子 最後跟青梅竹馬在一起的故事 我就說他明知道傅念成沒法來 還邀請我 肯定不簡單 胡扯 我宣布 這來的可都是非富即貴的人 傅念成很給你面子啊 可惜了 曹報 這位小姐 要不是看在你是大嫂朋友的份上 我已经把你赶出去了 本来就是啊 你什么都不懂就胡扯 可不就一笑大包吧 你懂那你来说啊 我是来看展的 又不是来指教的 你 样样 你要是知道什么你就直说吧 南河小姐不好意思 我这位朋友就是有一点 心智苦快 好 看在瑶瑶的面子上 那我就给你上一课 这幅画的故事确实是像你说的那样 但是背景 却是作者长期受到宗教压迫后的道德 伦骚 不顾一切追求所谓真爱的一种鄙视 看这幅画的光影小狗 你该不会看不出来吧 那是我弄错了你等于什么 去我们走瑶瑶看你了 站住你要做什么 老他妈废话把手伸出来 快点 教练 看那墓墓 兽略 神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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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從小缺少的關懷和體系 給你 雖然你的死 我們去醫院 快送他去醫院 你別哭了 那傷口一會兒又裂開了 那可是在大動脈附近 你這是真奇怪 你那叔叔为什么不救杨阳 温叔杨 你有点太不实好歹了吧 这个人扑过去了 我怎么去救他 何报他跟我非亲非故 得少爷凭什么以身犯钱 不然真的 他要是因为我的助手吗 不然他带了最好的外科医生 他一定没事的 不然大哥他 怎么办 大嫂你 有两个好 男方又我问你 你的画权怎么做的安保 大嫂你怀疑是我做的 这画权的安保都是大哥安排的 难道你怀疑大哥吗 像这种级别的画权 当天没有邀请函是不可能混进去 自然是有人将绿毛放弃天 你是谁 叶辰 温小姐的救命而已 你不怀你是谁 被我查到了 我让他 哎 没了 副总 如果你保护不好身边的人 就把他还给你 还 我不知道是什么希望 你到底 你能查出我的身份吗 是啊 被你蒙骗的人呢 是查不到你的身份 附念诚我警告你 如果你再让他伤心 我保证你这辈子见不到他 你靠 杨阳 你再伤心不要照顾好自己啊 跟你休息好了 我给你决议 一定是南风月做的 他没有理由的 他跟范小姐无怨无仇 你不明白 他的目标是我 别告诉你 不是告白所爱的 我不用解释 我不是在问你 在心里有数 没有 这个事情 是要杰哥的证据 画质那么大 想藏个人可重 就算查出来了 也证明不了 尽容小晏 你不信我 不信 傅念诚 你顺利那么大 你总跟我说 要是我被人欺负了 你一定废了他 你想惩罚一个人很容易 想保护一个人也很简单吧 杨阳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我查出来 就是南风月做的 你会不会把他省之一发 我一定会 但如果查出来不是 我自己动手解决他 你会把我怎么样 那我再陪你 一起重担 不好了远 温盛雅笃定你和歹徒勾结 要他的命 那要怎样 只要大坑护着我就信了 那我们按原计划进行了 你们不干什么 大嫂 你今天受到惊吓 我想给你泡杯茶 知道了 放那吗 我想看你跟大哥亲自喝了 我才放心 嫂嫂 你相信我 今天我也受到了惊吓 这件事情 不是我做的 受我惊吓 还敢黑人啊 是这样吗小月 你想黑月臣 莫莫莫没有的事 不行 我们可以拿出花叶 啊 我这咋去医院花院 送去三家不同的医院做检测 好我这就去了 夫人 我在这里二十几年了 从没懈怠过 可如今 却被邵夫人这样冤枉 阿群 无论是不是你做的 这有关念词的安慰 我不查也得查 必须查 就算查清楚了 自明了清白 跟我们母女今后该如何做人 南方夫人 今后警告便是 什么 水里面不是毒药 是暗神的解药 伯母大哥 这下你们总该相信了吧 若少夫人还有什么疑虑 我们可以再等 另外两家的化验结果 不用 送去三家一 我会继续查的 我会继续查的 你们母女两是什么人 自己心里有数 夏耀正如说的太低词 无媚的人 看谁的疯骚 南方总管 你是不是忘了先前警告的 够了 大嫂 我不会对大哥做这样的事 我有喜欢的人了 而且 我有孩子 傅建成 他绝对是故意让我发现的 不过他怎么会怀孕呢 也对啊 他没跟我提起我 不是 你该不会怀孕是我的吧 不是吗 是个鬼啊 是中院的孩子 可能是我的孩子 也对啊 眼下最重要的 就是查清楚凶手 给阎阳保重 妈 不用扔 这本来就是安神的 我只是想找个机会 把我肚子里的孩子 栽赃给傅建成 这样按照父母的性子 我们就不用离开了 我们就不用离开了 那这孩子是 说 在国外有 谁知道一夜情酒 你啊 现在有孩子了 孩子吗 妈你放心 既然温书瑶 又我成为了这个孩子 那么他就应该承担所有的后悔 杨阳 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是吗 那你做了什么呀 你来干什么 要谢礼啊 哦 是啊 我救了你 你却一点表示都没有 想要什么 这件事呢 之后再说 当下你要谢我另外一件事 嗯 我的照片 人我给你找到了 这是在凶手手机里 差点我就找不回来了 有我这张照片的人吗 关键是这镯子啊 我跟你说 知道这个镯子信息的人 一定是你老公的家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因为我一直在关注你 而你却从来没有注意到 在拍卖会的时候 我就已经注意到你 行了 有什么事 要再说吧 不行 好啊妹妹 哥哥等着你啊 你怎么在这儿 妈妈呢 她去外面接大哥了 大嫂 其实我一直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一定认为 害你的人就是我呢 你喜欢傅念茶 一直喜欢 在我在给她之前 对吗 是 但那又怎样 你想杀了我 取代我 特别是在妈上 让你们搬出去的时候 对不起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我希望嫂嫂 你可以早日找到凶手 毕竟 医院里的范小姐 可等不起 我肚子好疼 我肚子好疼 宝宝 少爷 事到如今 你还这么帮忙这么松手 阿晴 我理解你的心情 一切都等小玉醒了再说 夫人 我外孙没了 女儿昏迷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过她 你好 我们接到电话 这里有人妇女伤人 谁抱得起 是我 就是她 就是她害我女儿 请你简单的说一下事情经过 昨天他把我女儿推下了 我女儿现在昏迷 孩子都没了 有正确 有 少爷 夫人 你们都看到了不是吗 我们到处 是个人被网上的 没错 位置全貌不可往下谍论 什么一家人啊 你如此暴力 这么专官祸手 政绩不足 我们不能带人走 你别走啊 妈 哎呀 我可怜的女儿 你可算是醒了 妈 宿司里的孩子呢 孩子 孩子会有的啊 什么 大嫂 十早如今 你可满意了 你们这出戏 还真让人惹我心 谁呀 那副组管 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 你任何不实的话 我都可以告你诽谤 我死了 他们有什么 没什么 那生 的 都 我 我们 来 我们 留意 好 我们 我们 我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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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肯定 我们 不知道 我们 我还不错 傅念成到现在都摇摆不定 他喜欢我 又谈货南风月真是可笑 瑶瑶 你怎么在这 我知道你出事了 这几天老来医院 我来瞅瞅你 婚礼上说的那样的事 我觉得明天后 还是不要见面不想好 哎瑶瑶 我都知道了 他不爱你 也爱你 你知道什么 你把那个和你长得很像的女孩 推下楼梯 而那个男的却什么都不做 你还不懂吗 你只是那个女人不在的时候 她的替代品而已 这么想你的话 居然被她就这样喊出来了 消息还挺明通啊 好事不出门换事传现雨 紧接着这个消息 可能会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 你以前不也这样 让我像我女人的风波吗 装什么好人 就因为我经历过我才知道 我爱你一定要要 如果你愿意的话 就和我一起走吧 你再敢碰她 我让你死 她是我的人你敢碰她 你有病吗 但是我老公 够了 这里是医院 你还信不过对 我回家吧 瑶瑶 你别和她走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这辈子就算你死了 我也不会再看你 我出去 如果你想说话 我现在只想听到你跟我说 蓝峰月已经被抓进去了 瑶瑶 现在我只能去安抚她的情绪 我没推她 我知道 但她的一口咬定就是你做的 你相信她 我跟你说过 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你都不需要暴毙我 你不觉得 怎么料 你一口也觉得说爱我 但是你从来没有去查过真相 你为什么就不能完完全全交给我呢 因为样样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 如果你还要继续阻止我 那我们就离婚吧 我不会跟那离婚的 想得别想 把终合了 我 那 干什么 你要是不晚上喝了 我天天我就这样亲 满意了 瑶瑶 瑶瑶 我爱 毕竟你只是我逃婚 随便吵了一个男人 我也只是你的 后来者 总有一天我会向你证明 我是真心的 宝宝 宝宝 一切都该做的了结了 不管发生什么 都不要怪我 你找个什么事 他合作 准确来说 是给你个报复温舒瑶的机会 你这张脸和他像 又不像 你的野心 谢谢你 你知道 你为什么说吗 为什么 温舒瑶 不爱审认 但是他爱 傅念成 只要让他觉得 傅念成有那么一点点不忠 就足以击溃 你不要我这么做 杀了温舒瑶 你敢吗 据悉 昨日审视集团因财务问题破产 审视的衰败涉及到珠宝行业的大整顿 相关检查工作仍在进行 你做的 你做的 是啊 大公司有什么问题 你不是都知道吗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想换回事 因为 他现在爱我眼了 我不需要你跟我做到这个分伤 瑶瑶 我说过 伤害你的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你这样让我很不舒服 他敢碰他就该死 我留他一命 送我人家 刘远 这件收集的差不多了吧 好 我会找到副院团了 睡觉 师傅这是哪儿 喂大早 最近的舆论你看了吗 杀人未遂 这个罪名真是不得了啊 你给我打电话倒是挺新鲜的 不会就是为了嘲讽我吧 我知道你想见我 我给你个机会 我现在在医院附近的咖啡店 你应该再来医院的路上了吧 你怎么知道 畢竟这里有你放心不孝的朋友 你想做什么都明白 奇怪 他居然主动受伤了 师傅我要去医院 你是不是走错了 谁派你来的 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我接的单就是去 王陈洛 不会 又是你 我要是不跟着你你又得死一次 你怎么又想 还算你有点良心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派过来的吗 知道我要去哪的 只有一个人 你怎么来了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我出现在这儿 你很意外 不是 我以为你跟大哥关起来来不了了 托你们福 我还是活着过来 大嫂是谁要害你 敢在大哥的眼皮底下杀人 真是胆大宝天 小嫂别装了 我录一笔拉出租车上了 这话也没有别人 了 我们打开篇窗说亮话 大嫂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你说我要害你 从何说起啊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说起 那时候我都不认识你 怎么会害你 而且我不是还出手帮你收拾了那个罪汉吗 帮我收拾罪汉 如果不是你刻意安排 负念存在的地方怎么会出现那种 大嫂 空口无凭没人相信 你不会还不明白吧 你一步步获取别人的信任 再把孩子没了的事栽赃给我 就是为了逼走 可惜 你不应该还一样呀 他是为你受伤 而不是我设计 大嫂 你记不如人 知道的太晚了 你步步为营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你的东西 你不爱他 爱不爱又怎样呢 为了一个男人 他自己搞得人不认不 在干嘛 现在是我赢了 人人喊打的是你 你真以为你赢了吗 你以为我真的毫无准备吗 什么意思 那天吧 我手上淘汰灵光 我没碰你 就是最好的证据 不可能 不可能 还有二十分钟 抓你的人就该来了 多喝两杯吧 下一次不是那么久 昏淑妖 我不会有事的 虽然你的丈夫会救我 就算他再袒护你 也没有这同天的关系 他当然有 从第一次见面就骗你的人 何止是我呀 第一次见面就骗我 他一直在骗你 其实根本就不想跟你长久的在一起 不可能 他不可能骗我 他说过他会 看吧 你自己多心思 不如我就发发慈悲 告诉你吧 你干什么 你不敢去问我带你去啊 你自己看一看不就知道了 我 走吧 你最早的众愿 副总 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幸不在焉的 我不想要失望 就答应了他 我想计划做到 等我们把这些事做到 夫人肯定开心 好吧 长长 你们怎么 怎么一起来了 大嫂说她想见大哥了 楼下安保知道她是总裁夫人 自然不敢拦着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 这是总裁身边的红人而已吗 大主 原来也是像了多大嫂 你说的话我跟她说的不行 我说的话你不信 那你听听别人说的 你来说 他是谁 做事的总裁啊 我们的大老板 很好 没你的事了 走吧 不要啊 你听我解释 你说过你不会骗我 看清楚了吗 他对你不是真心的 你永远也别想赢我 他不可能为了你 把我抓起 是吗 就凭你也想杀我 我没想杀你 但如果你杀了左贼夫人 他会逃避你 你 原来杨阳当时这么贪 他竟然这么恨我 就他心里 我连一个朋友比不上 副总 或许你应该早点告诉小姐 你的真实身份 你是不是这么保护她的啊 啊 咋是跟你什么关系啊 我告诉你 我比你更了解她 她想要的只是一个真相 而你却偏袒那个和她相似的那个女人 我早就应该把她带走 不是 你到底谁啊你呢 我告诉你 我是 瑶瑶呢 她怎么样了 你是 川儿 你不懂 病人家属在吗 我是 孕妇伤口不深 很快就能醒来 只是 只是什么 病人的主观意识似不愿意醒来 不过家属放心 我们会24小时看护的 她为什么醒不来你最清楚 陈啊 你怎么不来了 我怎么来了 我要不来你 连你闺女怎么死呢 你都不知道 你的手怎么醒醒 不用你管 当年你抛弃了我 现在连你闺女都守不住 你配做一个女人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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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过来 一定是大嫂以前安然无恙了吧 是 大哥这么聪明 一定知道不是我做的 对吗 那你以为 我olions 你不会这么对我 我真看我出来 肯定像的 你是 flourlli 大哥 大哥 你難道就不好奇 為什麼我媽您在傅家待二十多年嗎 因為你們傅家欠我們的 伯母一定沒有告訴你真相 你以為富士集團走到今天是怎麼來的 當年要不是我爸會富士如擋心 你以為富士集團還幸福嗎 那要怎麼樣 怎樣 就應該一輩子不斷愧疚 你今天跟兩隻我和我媽一輩子 看案真的不了解我 我之前對你好是把你當命名 但我們能穿起整個富士 我就不是什麼善能器女 不 你沒資格抓我你不會抓我的 不會 上一輩的事跟我什麼關係 什麼欠過欠的 你還要不斷愧疑 你賭了我的人 就付出膽小 謝忠 你敢管我 我住一輩子不我一樣 還而不得 我都能不能幸福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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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在我身边 悠悠 你妈妈 是不是刚早 把这水凉了我给你倒点热的 不用了 副总治理万机不麻烦的吗 是 姚姚 你要是不解气的话 我站在这儿任你发 姚姚 我除了身份 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 包括我爱你 不是那时候我们离婚吗 调约上的钱我会分期还给你 以我现在的资历 我多去做设计 多跳舞很快就能还钱 你就这么想跟我离婚吗 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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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好 太厉害了 她 你还不知道吧 你有声韵了 念成 以后不许让瑶瑶生气 知道吗 知道了 你出去以后 有没有睡觉了 瑶瑶 妈问你 如果当初念成 把真实身份告诉你 你还会跟她在一起吗 不会 你也不想想 她为什么不愿意 把真实身份告诉你 起初 她可能是怕 吓到你 她一开始 就不想和你的婚姻 是暂时的 可是我们的婚姻 本来就是一场意外 孩子 有些秘密啊 藏在心里 是需要时间来挖掘的 我只能告诉你 这绝不是一场建设奇异 或许是 蓄梦已久 处心结律 好好想想 休息吧 啊 恒姐 我现在急迫下一个妻子 她不可能愈婚 可是说过 在我讨婚前就喜欢我了 可是她的初恋不是男中乐 怎么会对我须目已久 你来放药的 请进 走 走 你 你才会我的心臟这么近 交给别人我不放心 护士啊 我再好 我不建议用更无耻的手 都来堵住你的嘴 副总 你真不要理 我还是比较喜欢你叫我 好了我可以开玩笑了 我有个好笑的告诉你 是吗 他我不想听 关于范小姐的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先上药脱衣服 说了 说了什么消息 方小姐要起了 我说了什么 你没骗我 我都说了除了身份 我没有骗你的 不过又有个换消息 什么消息 要换药的工作我来做 你数据哦 不过又去看那丫头了 她都不认 我去认不成一屁 不如好好想想 看怎么把雨泽救出来 雨泽的事情已经摆上钉钉 她自己做的糊涂是没有人能替她开罪 我还不能去看我女儿了 是 雨泽 她和书瑶不一样 书瑶 毕竟是你和那个野男人是吗 温伯桑 不是吗 不是我娶了你这个被人抛弃的女人 你还有脸蛋在这里 温伯桑 当年是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我才答应你的 你娶我难道不是因为要将家势力 我是爱你 我们有婚约 你却背叛了我 我是未婚先运 但我也是江家独女 江氏企业 是江南最大服装制造商 再怎么样 我也是再敢理你 我的荣辱 没有半年是你给的 罢了罢了罢了 就当我刚刚说的都是气话 你都看树药 你都去吧 要是你能求树药谅解雨泽 我们一下 就好好过日子吧 爸 姐姐的丈夫是富士集团总裁 傅念成 现在只有让姐姐签下量解数 否则谁也别想从富士手里救人 我陪妈妈去医院照顾姐姐 劝她救下雨泽 很好 管雨 小姐姐 你若有 我一次让你遗脏还清 慢慢 那便机好像坏了 我给你走楼梯上去吧 好的 既然的躺货温书瑤 我就先送你上 啊 你啊 啊 你啊 我有点昨天想害你母亲 结果害死了自己 我还以为你会难过一下 我跟他又没什么情分 有什么可能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他说他说谁要解脱 哦 这就是我 你先出去吧 姚姚 我知道 是有名做的糊涂事 可他已经付出代价了呀 你能不能放过你弟弟 凭什么 我就知道 你不会答应 那 你就当作是交易 我可以把温家所有的股份都给你 你把你弟弟救出来好不好 你走吧 考虑考虑 等等 都是温家的孩子 你有没有后悔过 为了不用你 和温才有的父母才 没有 我这一生 做过错事 却从来没有后悔过 走吧 你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陷阱 好 再两碗休息 一根老东西 趁儿住手 比闺女儿子几四三三想要害她 你现在还有脸过来求她呀 庚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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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算什么时候 说出叶晨的真实身份啊 叶晨 他 他是我儿子 是瑶瑶同父同父的亲哥哥 就是那个爷男人的儿子 你再说一遍 好了 让我需要休息 你们这事情 打算什么时候告诉瑶瑶 都说妹妹很可爱啊 他这么多事 我告诉你 我已经经历过两段失败的婚姻了 不打算再结束了 而且 不是我喜欢那些 你以为我是你的追求者 不然 你不觉得咱们俩长得很香 原来是这样 不觉得 他如今是真实来的 我出来了 我求你 我求你 每天都给你 我求你 自行 你也要求你 我求你 他以为你 最爱我 我求你 他 going 他会有什么 我出来了 都要求你 我求你 我求你 就你 我求你 你得了 你养 我去 我叻 我 不是原谅 是放过所有人 反正以后我们也不会再见了 为什么那些东西白都不做 没什么好可惜的 你要去哪 跟哥走 行啊 还跟我走 你到底怎么样才肯跟我离婚 你这一点结果都不给你吗 那先坐下吧 我不会打扰你的 孩子 你说 妈妈应该给他机会吗 今天想吃什么呀 我回来给你带 穿菜还有话没 手机密门 不会想起你 幼稚 金念成 你对我女儿如此崛起 那 我也让你尝尽我的痛苦 这话没不错 夫人很喜欢 回头把她收购了啊 对了 穿菜有什么好推荐吗 我骗车少吃 傅先生 你不想起来 夫家发生火灾 夫人被送到医院去了 雅雅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让我们的孩子活下去的 文念成 别骗我 你这是说 他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雅雅 你先别太激动 文念成 是说 没人离婚吗 我原本想 把孩子生下来获血 你可以呢 但是我发现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一起 你帮我 没什么下去了 我们结束吧 最近刚刚才杀清 Motor 尽量的女人 我已经知道了 就是 promising 但是现在他真的 精疲力尽了 十九号 承那孩子家都不过来一下 孩子情况很不好 特地 那么 他iden 对不起杨阳 这个恶人 还是我来做吧 别动他 你又做了梦了 我要去看孩子 不要 不要去了 他 他先走了 昨天晚上 在情况下 被送去抢救室的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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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罪啊 你想要的 我答应你了 谢谢你 好好照顾自己 照顾自己 感谢大家来观看我天球行业的最后一家 也谢谢大家这么多年的喜欢和支持 我们永远再见 王八 我可算找到你了 小朋友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呀 瑤瑤 刚演出实在是太完美了 比以前跳的还要好 哎呀 这次还是不是走错了 但你啊 你妈妈好像不认得我了 你认识 朋友的孩子 哎呀去吃饭去吃饭 哎不能给他是那个女肌素 我要妈妈的 他怎么说 你怎么把她都都带过了 那种时候不得再了你啊 再说吧 发生那些事他也不敢怎么样 再说了 现在瑤瑤在的人是我 我可是很远的 叫爸爸 明明我才是小方言 爸爸太不断气了吧 妈妈 你怎么还叫我妈妈呀 你叫什么名字 爸爸说人群里最漂亮的就是妈妈 很好认的 我叫傅思尧 怎么幸福这么巧 孩子爸爸来了 自己这样秀 为什么 爸爸我找到妈妈了 杨杨你过来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用餐了 咖喳他是 他是你的孩子 妈 你们都知道了 我也是半年前才知道 其实 当年你和你孩子的情况很不稳定 弄不好就是一个疯了 一个 所以四年神才骗你 到了今年 孩子情况稳定 我才敢告诉你 杨阳 你想清楚了吗 你已经吃过太多的亏了 这一次 要自己把我记回 妈 不愿意了 我等你来救了 这里不是被伤务 怎么要自己行呢 我怕病忘记回家的路 我就把它修好了 他真的是我的孩子 妈妈真的认出我了吗 娘 是妈妈不好 你以后一定要听爸爸的话 好吧 好 虽然爸爸不爱笑 脾气也不好 但是 瑶瑶知道 他很想妈妈 瑶瑶乖 先去卧室 妈妈以后再来看你 好 好 你干什么 瑶瑶 这三年 你难道一点都没想我 我想 但我没关系 我算想你 我们俩只是七月回忆 你干嘛那么当真 你这么硬着都没有心动 孩子的抚养权我不会给你占 他可以需要你 来 瑶瑶之手应该和复年成正在 你怎么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不然呢 你和复年成久别重逢 难道不该 应该什么 我们都说清楚了 这 是彻底结束了 这 是彻底结束了 不行了 不要这样不行了 我业绩好歹也是一个国际知名的珠宝供应商了 家里有矿 还成我妹嫁不出去 放心 就交给她这个者大嫂吧 你把我打扮成这样干什么 今天有人结婚吗 怎么没有人结啊 你呀 我 我跟谁结啊 你选择哪个就跟哪个结喽 你选择哪个就跟哪个结喽 嗯 实话告诉你吧 嗯 我和你哥 在一起了 他说 如果你不结婚 那我们也先不结婚 拜托了 你相亲就看着点嘛 大不了 我再海选 啊 对不起 我真的再逃一次话 去 妈妈 姚姚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让爸爸生气了 嗯 你做了什么坏事让爸爸生气呀 我把爸爸的一条手便弄坏了 是这条啊 难怪爸爸是你气呢 反正也是你的东西 妈妈哄哄爸爸不是就好了 我 我的东西 对呀 你十几岁的时候 喜欢画雪花 爸爸就送了这条首约 没想到还没信给你就分开了 既然是他 坚定地保护我 爱过我的人 一直都是他 爸爸在哪 你去带我找他好不好 好 这位小姐是个宝宝 你撞弄我才能上宝宝 那你说你想什么 正好呢 我缺一个老公 你娶我 好 我问你了 爸爸妈妈说话算话 孙先生 我爱你 在和这种这次 莫雅 我爱你 宿舍之中 只有我 我爱你 只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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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